台中市消防局清晨约5点30分接获110转报 第七救灾救护大队立即出动人车 10分钟内抵达现场 经使用瓦斯侦测器检测 发现瓦斯浓度达2ppm 消防局立即封锁现场布置水线防护 并洒水稀释瓦斯浓度 前工分队长林昭汉说 消防局也立即通知瓦斯与自来水公司派员抢修 瓦斯公司已经于今天上午8点24分更换管线完毕 经检测已经没有瓦斯泄漏 自来水公司初步关闭漏水管段 调派重机具开挖抢修中 将尽速完工恢复正常供水 警网记者梁轩台中市报道